Matt,我们今天来开始一起学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学神奇的方块字 你都知道神奇的方块字 那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们再开始好不好 嗯,好,我叫李敏秦,来自中国 现在我在加拿大 这是我第一天在电脑上学中文 你几岁了? 我七岁了 那你现在中文很厉害了吗? 没有那么厉害,会这个字而已 Matt在国内上了幼儿园 然后来加拿大这边开始上小学一年级 他的中文书已经很流利了 但是读写我们一直是要克服的一个大难题 是不是? 所以我们决定一起来学我们神奇的方块字 什么是方块字? 方块字就是中国字 哦,你知道方块字是中国字 为什么叫方块字呢? 因为中国字都是很方的 你看这个都是方形 这个也是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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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跟英文有什么区别呢? 英文不是方形 英文都是T啊,这样 N,E啊,T啊,这样 英文是拼音文字,对不对 对 英文都是靠拼音一个字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组成的 而中文是方块字 所以方块字有好多的名字 我们看它还叫什么名字 中国字 对,中国字 还有什么名字呢?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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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还有什么名字? 我们来看看啊 华文 为什么叫华文? 因为是中华民族的文字 哎呀,你什么都知道都不用教你 你自学得了 好不好 我又讲华文 再看它还有一个名字 汉字 哎呀,你都认识啊 为什么叫汉字? 因为它是 嗯,不知道 因为中国古代曾经有一个很强大的朝代 这叫汉朝 哦,我知道汉朝 你知道汉朝 汉朝,东汉末年有什么? 三国 对了 MED现在最喜欢听的是三国演义 对吗? 所以说呢 很多外国人也把中国叫汉 所以呢 我们的文字又叫汉字 明白了吗? 嗯 来看这儿 那我们的汉字 在英文叫什么呢? 这你肯定知道了 Chinese 对啦 Chinese You are Chinese You are Chinese We speak Chinese Yes OK Come on 来看看 接下来我们再讲讲这个神奇的方块字 它到底有多神奇好不好 首先呢 神奇的方块字是一种最古老的还在使用的文字 其实在古代在很早以前有很多文字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中文 还有古埃及的文字 你知道埃及吗? 你当然是有金字塔 对,埃及有金字塔 有法老 埃及曾经也有古埃及的文字 还有古巴比伦 也是一个古代的王朝 也有文字 但是那些文字呢 没有流传到现在 现在没有人在用的 只有我们的汉字 从最古老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使用 所以它是现在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 厉不厉害? 厉害 它是有多少年的历史 汉字有多大岁数了? 六千多年 你怎么猜的这么准 还是你偷偷看答案 对了 汉字有六千多岁 它是一个现在事情 还在使用最古老的文字 另外还有一个太太 最多人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当然知道了 那你知道我最多人是什么意思 是最多人在使用的 对了 它是现在世界上 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和文字 那你猜一下吧 猜一下是有多少人在使用 十六亿 你肯定是刚才偷偷看答案 我才没有 你说的非常对 现在有十六亿 你看多少零 多少零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 Oh my god 还有十六亿人都在使用汉字 因为除了我们中国人在用汉字 还有一些国家也会在用汉字 比如说新加坡 比如说日本 日本语里也有很多汉字 对不对 咱们去日本玩的时候 你看见汉字了吗 你特别 在日本有的字是这样 长这样的 有多不得 对 那也是汉字 对不对 然后日本很多字也是从汉字演化出来的 把中国的一些汉字简化 或者平凡不少 所以汉字现在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 有十六亿以上的人在使用 你要不要学好它 要 OK 那我们接着来看接下来的 神奇的方块字 汉字里边笔画最少的字是什么 这你一定不知道 笔画最少的字容是什么 一 看看对不对 嗯嗯 对了 笔画最少字当然是一了 它是一个单一结构 它是汉字里边笔画最少的文字 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 你可能猜不出来喽 汉字里边 在字典中 笔画最多的字是什么 字 黑 黑字数挺多的 但它不是笔画最多的 我们来看看汉字里边 笔画最多的文字是什么 嗯 这是什么字 这个字别说你不认识 其实很多人我也不认识 但它是现在字典里头 笔画最多的一个字 你能看出它有多少花吗 那我看不出来 因为它这个字的笔画 一共是64笔 哎呦我去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你看是什么 它的意思就是 啰啰嗦嗦唠唠唠叨叨叨的 好玩吗 啰嗦啰嗦 这个字64笔 这个字念 之鹅折 折 折 OK 它是由四个繁体的龙字组成的 每一个字都是一个龙 看见没有 这是一个繁体字的龙 龙龙 四个龙加了一字念折 是啰啰嗦嗦唠唠唠叨叨叨的意思 好 神奇的方块字 汉字的数量有多少呢 你知道一共有多少个汉字吗 几亿 没有那么多 哪有那么多汉字 几千 也没有那么少 几万 差不多了 五万 那我们来看看答案到底是什么 哈 汉字的数量有多少呢 大约有十万个 我猜五万 你十万不远 但是十万个汉字里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字都会常用到 经常用到的汉字大约有三千个 如果你掌握了三千个汉字呢 就能熟练的应用我们的汉字 只有三千个常用字 但实际上呢 我们掌握一千个就可以了 所以说MAT 我们只要一起学习一千个字 就能看懂大多数的有趣的书 你想不想来一起学呢 嗯 看 看 那我不知道我回多少个字 但是我至少回一千个字 好吗 我们来学会一千个字 就能看大多数好玩的书了 好 那么从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来学习 一起学习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启蒙的文章 就叫千字文 对 我们每节课就学一个字 讲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每节课学会它的意思 学会写一个字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学懂一千个字 然后就能读大量语字书 好不好 Yeah OK 下节课开始 BABY